Yeah!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 聖格斯樂團 我是聖格斯樂團吉他手小馬 我是聖格斯主上一山 我是聖格斯樂團貝斯手Kidon 我是聖格斯樂團鼓手 Rio Miao Rio什麼啊? Rio粉紅色男孩 好啦,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 我們有關於錄製這張專輯情節發生的一些事情 在錄音室的一些秘辛啦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就四個人排排坐在那邊 好像沒讓B老師製作人 就說 就點 欸,你進去唱 換你 進去唱 我知道,我都沒被點到 有多可憐的 做人板凳 對,你有進去唱 一開始試唱的時候 可是唱完那個試唱以後 就再也沒進去 我算是試鏡的意思啊 然後不曉得就不喜歡嘛 就做人板凳 從頭做到尾 我記得你還有被點到一次 欸KID,買便當 然後再點到第二次 第三次是買飲料 對,所以我跟你講 最近那個錄音室附近的那個小吃 在賣什麼好的我都知道了 對,所以如果喜歡KID的粉絲 這樣EP也許你不用聽 但是這本書 一定要 你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很多我們 的很多照片 還有記得有我照顏 對,好,講講你們啦 好,講講你們啦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當時在錄音期間 剛好發生了一年一度的感冒 超倒楣的 對,然後那個時候呢 那個幫我們製作的那個 畢老師就說 欸我聽說有一間診所不錯 喔你講那個很屌那個 對 他說 連我跟你講 在這邊爆個八卦 連五月天的阿信 有時候 遇到校園演唱感冒的時候 都去那邊看的 很好看 我看感冒 對,看那個診所 那我去了以後 我就說 用什麼方法治最快 他說 喉嚨針啊 喉嚨針 嚇死了 竟然有人在打你喉結 沒看過這種事 結果後來我就 後來我就說 不要那麼暴力 我們用點滴的方式就好 結果他就把喉嚨針 裝在那個點滴的瓶子裡面 然後幫我打進去 然後我就在那邊先躺了一個下午 後來進入浴室的時候 完全沒有作用喔 是一樣是燒瞎這樣子 然後就因為感冒 一直燒瞎 然後結果我就想說奇怪 五月天的阿信 他到底是 他喉嚨針 這難道真的是打進喉嚨裡面嗎 所以我就想說 下次如果我錄音的時候 如果再遇上感冒的話 絕對是喉嚨就直接下去了這樣 所以這個故事 告訴大家 這引發了一個悲劇 什麼悲劇 就是主唱變成小馬唱 哦 對啦 因為剛好Eason在感冒 對 加上我最近 那幾天要錄音前 我都有去跑步 唱位喔 對 幹嘛幹嘛 當著我的面這樣子搞 不是 我要每個人都要做好每個人角色 因為我想說 你吉他手你唱什麼歌啊 這做好吉他手上啊 畢老師 我一個吉他手你安排我唱什麼歌啊 畢老師是我們製作的 沒有啦 結果我就莫名其妙 一個吉他手 唱歌的部分還蠻多的 這是我蠻意外的 對啊 那你又有什麼感覺嗎 應該 就是最後一首舞娘 來到我配唱 就後面Rap的部分 好適合你這首歌 畢老師說 這個情緒要用力 用盡你全身的力量 失敗的 然後我就 無妙的細胖 沒有人看見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出來 有了華麗形的效果 就覺得很害羞 感覺很像我很重重在模仿他 但是沒有 帥哥都是一個 有 我送便當回來 我就這樣子 說A6吃便當囉 然後我就看到Leo先生在裡面 無妙的細胖 沒有人看見 見 見 然後有夠 有夠噁心 無妙的細胖 沒有人看見 硬朗 踩槍 不晃 為何不能再往到地上 地上 是我們SIRCUS錄音的狀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為喜歡 是我們的新書記憶票 跟SIRCUS認鮮高下 再跟老友們